一位是从事艺术品收藏超过十年的专家 一位是网路行销高手 两人从一开始的相互冲突 到相辅相成 再到开创事业 这过程当中他们经过了什么样的困难 又付出了什么努力呢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就要带大家去看一看 他们的创业故事 我觉得年轻人应该要有一个目标 就是超越自己的目标 要有两个想法 就是梦想跟理想 要有三种底气 志气 意气跟勇气 一生应该要完成两件事 完成梦想跟实现理想 其实梦想和幻想只有一线之差 很多时候不要眼高手低 直上谈兵 有些过程熬过就好 只要努力就一定会有收获 小国哥与俊福两人合作 一同从事一批买卖 他们长期耕耘网路市场 成绩亮眼 而为了服务更多客户 他们决定开设实体店面 历经两个月的时间筹备 在开幕这天 许多好友纷纷到场祝贺 现场还来了多辆跑车助阵 一同成为气氛 懂事胜出 我们今天会走到实体店面 其实我觉得店面它是给客户一个保障 为什么会选择艺术品 因为艺术品里面就是珍稀绝 珍及稀有绝品 这东西它是有历史的 它是有故事 它有时间价值的 可能几年之后你不见得买得到 城乡也一样 木料也一样 对 所以会越来越珍贵的原因就在这边 然后后面会做到实体店面的原因 也是因为我们两个有一些共识之后 我们才决定准备好 小国哥投资艺术品长达十多年的时间 当他认识俊斧时 两人因为年龄上的差距 度过一段很长的磨合期 但小国哥一直希望可以给年轻人一个机会 因此就这样一路带着俊斧学习 一同经营事业 那我觉得说我在同业跟业界跟异业 这块领域其实外面的能力是OK的 是不会有太大的问题这样 那阿福的部分它就可能偏向于网络行销 它这块它比较强 这是的确 因为毕竟我们的心思 没有太多的时间点放在上面这样子 那时刚入行的俊斧 对于木雕艺品一知半解 要学的东西很多 而小国哥完全不藏私 寝阳相授 入门第一课便从简石漂流木开始交起 那时候我真的还不是很想要去 因为就是弄到很脏这样子 可是那时候一去的时候就发现说偏地黄金 也是因为它的知名度 因为那时候一过去的时候 大家都认识它 对我就觉得怎么可以做一品 直接可以做到这样子这样子 对啊 然后我就想说可能就是用网络的这个区块 然后一个在外一个在内这样子 去附和这样子 对应该会达到一个很不错的成绩 后来渐渐的 俊斧也慢慢定下心来 决定跟着小国哥的脚步 全新投入木雕艺品领域 现在年轻人 老实说现在机会真的很少 尤其在台湾 可是本质台湾年轻人不差 真的不差 只是他需要机会 那阿卜自己也深思熟虑很久之后 他自己主动地就跟我说 哥你在干嘛 就开始会热络地主动找我 那其实我知道 这个孩子他心开始要定下来 他知道他自己要走什么路 对 阿卜也曾经叛逆过 那他今天能够开了这一家店 让我感觉到非常非常的欣慰 那有这个舞台 能够让这个年轻人 慢慢一步一脚印地 踏实地走下去 这是我最大的期许 而除了从事木雕艺术品收藏之外 小国哥也在因缘际会下 接触到城乡 发现他因为越来越稀少 导致价格不断攀升 深具收藏的价值 因而开始投资城乡 城乡之所以价格会越来越高 是因为你今天点下去了 没有了就没了 所以它供需原则的问题 会导致于它价格不断地盘涨 景气如果越好 这种东西一定是越稀少 越没有 对 所以城乡价值就在这里 因为我了解 有时候这个城乡 这个好像比较黑的 城水的 它比黄金比钻石还贵 以前换一两黄金 现在可以换十两黄金 对不对 跟以前那个皇帝的玉玺一样 小国哥的一品店 更开发城乡商品品牌 他带俊府走访制香厂 找了老师傅 手工制香 坚持不添加任何化学成分 把造优质的香品 宣传这个就是我们 跟阿福去那个香品 去那个铁皮屋那个香品 这个就是我们的香环 所以做出来就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整个包装我们 对 我们整个包装 经由设计logo 其实这个是蛮不错的品质 现在俊府可说是 小国哥的左右手 他们俩相互扶持 一起打拼事业 小国哥的用心 改变一个年轻人的未来 而俊府也很努力 朝自己的梦想前进 他们创造了 一加一大于二的价值 共同学习成长 也将持续再创事业的高峰